脑性麻痹的阿航虽然可以理解日常对话 但开口发音对她来说很吃力 透过辅助沟通系统AAC 从图卡及文字点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多重障碍的红红则是用眼神 从图卡中选择想吃的点心想看的卡通 因为有了可以自我表达及做选择的机会 红红现在可以更有自信的和人互动 那红红的话她整支的话 她说话上面是有障碍的 她没办法说完整的句子 她只有几个单字 她最常使用的是M这个词 可是M这个词对她来说就有接受或不接受的差异性 但是有时候这个M的词让我们在判断上 选择性还是有点少 所以她有一些如果透过那个单字的发声器 或是图卡的方式 我们就比较容易有很清楚 我们知道说她可能要四个学校里面她喜欢哪一个 所以她目前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第一社福举办第一届AAC影音创作比赛 共有19件作品参赛 获奖作品以动画短剧类纪录片等多重形式 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理解AAC 以及如何帮助使用者 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用娃娃大哭来表达他肚子饿 或者是想要妈妈抱抱 那长大了之后我们会用口语来表达我们的需要跟想要 可是有一群身心障碍者跟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助沟通的系统 那辅助沟通系统的内容呢 可能包括图卡或者是点读打字 吹熙滑鼠凝视板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辅具 协助他们把自己的想要跟需要说出来 让他们获得跟外界沟通互动跟社会参与的机会 那我们也很感谢呢 今天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AAC沟通平台 然后影片介绍的颁奖典礼 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 这社会上有一群可能没有办法顺利沟通的人 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具的帮助 跨出跟人家沟通的那一条障碍 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社会上与人家接轨跟沟通互动 那促进整个社会融合 第一社福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社会大众了解丧失语言能力 不代表只能过着孤独或沉默的生活 经由AAC的支持 有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 也能够和他人沟通互动 自信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想法和情绪 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根本来在家里 还能够和尽力 有口语内